中国的它实际上从疫情防空以来 2020年开始 我们就一直是在密切地判断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个是病原体 疾病 我们对它的认识 对它的了解 它的毒害性 它的危害性 第二个呢 是看我们人群的免疫水平 和卫生健康系统的抵抗能力 也就是我们的韧性 特别是我们的防空能力 和我们的医疗救治能力 人群的免疫水平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我们考虑的是 社会公共卫生干预措施 我们常讲在重大疫情面前 我们一直是考虑到 这是个三角之间 要达到努力的平衡状态 围绕这种一个基本的理论的框架和思维 随着我们对疾病的认识 对病原体的认识 随着我们的人群免疫水平的 逐渐的建立和抵抗力 韧性的增强 我们在实时 在因事的不断完善 诊疗方案和防空方案 所以从2020年的第一版到第九版 到20条的优化措施 到新十条 到1月8号的一类甲管 变成一类仪管 无不体现着 我们是对这三种因素的平衡的结果 所以这一种的调整 它不是完全的放任不管 而是更加的科学 要更加的精准 更加的使我们的资源 放到最重要的 这个防空任务和就职任务上来 这一点呢 我是特别想强调的这一点 所以这次的调整 说快的问题 慢的问题 我想历史会证明这一点的 我们认为现在的调整 是恰当的 是科学的 也是依法的 也是符合中国的防空实际的